这一台是500的这对机 这个是自动烧料 这个自动烧料的手摆法 因为500这个原料比较重 所以加上装了自动烧料 这个是输送 因为这个布没有什么拉力 所以要有速度皮带的同步输送 这个转换是运动烧料 原材料怎么样 原材料太松 所以要有速度皮带 要不然就拉得变形了 因为编材料太松 所以你必须用拌握 这两个手摆法 这个刹车是这个是杀那个竹的 这个是杀那个竹的 这是一个刹车对 假如 假如速度皮带不用就用刹车 如果用刹车 如果用刹车就用刹车 做了两用 因为这个材料比较松 卷起来之后 万一太松的话 这个皮带压上来之后 会把这个压子会凹陷下去 压子会凹陷下去 一旦凹下去就不平了 所以要用刹车 嗯 because the raw material if to loosen you will if you use the deliver belt it will have some uh uh 啊 winkle so we use the breaker to send this raw material is better 就稍微给他的张力 就还不要不要太松的吧 然后像这样你看 然后像这样你看 to make sure the tension not not 叫他不要太松 make sure the raw material not very loosen 因为太松的话这里成形就前面三角成形就成形不了了 if the raw material tension is not uh loosen that uh s for me packs uh not easy to for me